到那個紫蘭公拜拜嘛 花兩百元 然後就中了十五億六千萬的獎項 它本身反而有點像說女女 在那個台中工作 哇 只花兩百元就中了十五億 而且長得又正 老天爺啊 這也太不公平了吧 乾嘛呢 連槓四十四騎的威力踩 上月地總算是在台北和南投開出啦 有兩柱均分 史上最高投彩金額31.2億元 等於一柱可以拿到15.6億元 這麼高額的獎金也讓大家都瘋掉啦 好奇到底幸運兒是哪位 日前網路上盛傳 它在北施大安區的頭獎 是由台信銀行員工集資包牌中獎 後續又被爆出 購買的員工打算獨吞彩金 更傳出這彩券 現在落在某位外型相當亮眼的女員工手上 不僅長相甜美 還有兩個深深久卧 是個大美女無物 至於南投的得主呢 命理師昨天爆料 是台中一間強造機構的護理師L小姐 而且長得很像名媛孫芸芸 這L小姐呢 不到一週就已經領出15.6億元的採金 然後就離職了 蘋果昨天也向該機構查證 老闆爽快地說 的確有名才做兩個月就離職的護理師L小姐 請口告訴她 送了15億元 聽到這邊大家是不是都要高潮了 不過請監等等 因為蘋果今天呢 向台彩詢問 結果台彩說 目前兩座中獎者都還沒出面領獎 所以說啊 前面這麼精彩的故事 大家真的還是挺平就好囉 推測就推測啦 那我們還是要看事實來說話